大家好我是宇瑞 那我是乘客的 編劇兼導演 大家好我是宇恩 我是乘客的攝影 乘客這部片是在講一個 媽媽她 同時兼職是 計程車司機 然後也是 也是接體員 運送員 接體大體運送員 然後 她因為缺乏對 小孩的照顧 那發生一些意外 那最後與自己的女兒 天人有隔 其實在劇本的雛形 的設計是在 一開始在大社 我們高雄大社地區 有一間叫摩納多 然後我那時候在跟裡面的 一個 一個 好朋友 金城老大哥 他就跟我在閒聊 然後聊到這個東西 那另外一個 聊到這個議題 就是 計程車接體車 然後發生車禍 然後劇本就有個雛形 然後最後我去回想說 我的生命經歷裡面有一次 也是搭計程車 剛好在播 那個司機在播佛經 所以我就覺得 我好像搭在一台 那個林車上面 然後就開始去發想這個劇本 然後也跟 就是小恩 討論滿多次的 就是在劇本的發想 還有一些哪邊可以設計什麼 一些戲啊什麼 什麼的 就是一路來是這樣過來的 有趣的事情 你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有趣的事情應該 沒有很多 因為這部片其實在拍攝的時候 滿滿壓抑的 就是大家滿累 滿印象深刻 就是我一直喊沒焦 然後小恩一直喊有焦 有啊我這邊有啊 有一次啊 那個 在地下室的時候 你有RAW 但沒有入檔 啊對 我們我們機子 機子 出一些 就是零車來之後 不是接體車來之後 然後過一陣子 然後機子就 揉一揉 就自動掉檔 然後那時候旁邊 是真的一台 接體車 那時候剛好拍的是真的接體車 就是接屍體的 接屍體 然後就是 車子來了之後 我們開始揉一揉 機子的檔就寫不進去卡 然後就掉檔掉了兩三尺 然後你就看到現場 有一個人在那邊很焦慮 很焦慮 很慌 然後我還在旁邊這樣 幹怎麼辦 這個靈異事件 我沒辦法解 所以我解不了 大概 我覺得這 真的蠻有趣的 然後還有一場是在那個 殯儀館吧 其實我們拍的蠻壓抑的 就是我們在等待 因為那時候 後面有一群 也不是一群 後面剛好有一個 商者 他要準備出病 然後我們 我們所有人因為 不能打擾到別人嘛 所以我們劇組在那邊 等待的同時 機子都說好 我們就站在 我們就站在 大草皮旁邊 可是遠處傳來的聲音 都是很悲淒的 就是 在敘述一個 一個小朋友的離世 然後其實當下 所有人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 凝重吧 也笑不起來 就是那時候 當然是大家放鬆的時候 當然我們 對 這還有人因為聽著 聽著就哭了 其實 過程是蠻累的 蠻壓抑的 也辛苦助援了 觀眾嘛 就是其實我們攝影師 他有設計一個 蠻酷的鏡頭 在影片中 有一顆一鏡 但是因為剪輯 我們後來 進後期的時候 我們還是把它 才一半 如果大家有仔細看的話 就是其實有一顆鏡頭是 它是從 它運動是從車上 然後 從車上 車架上移下來 然後再回到車上 然後 過程中 都是一鏡 然後 也沒有什麼 頓點 頓點都是 車子的震動 所以 我覺得 這一支片的那個 攝影他們蠻 攝影燈光他們蠻 蠻 蠻盡心盡力的 就是觀眾可以看一下 然後還有後期 製片他們也 可以看到這個調度啊 還有這個人啊 他們其實也 付出蠻多的心力 這樣子 你的主人 不是想跟主人說一些什麼 主人喔 就大家都很努力啦 對啊 這你的攝影 大家都很認真 大家即使很累 對還是 聽起說的力氣 把最後一絲力氣都炸乾 不錯 大家很盡責 也學很多啦 嗯 大家記得 就是 也給 成客劇組一個 鼓勵 對 加油 掰掰 掰掰 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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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我們走囉